南瓜既美味又营养是我们家中必备的食材之一 然而相信大家都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就是一个大南瓜买来以后经常吃不完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瓜三吃 既有头盘又有主菜,外加甜点 咖喱南瓜蛋沙拉 南洋风味南瓜汁盘 拌脆皮拌豆腐 外加南瓜西米露 我们是一个分享优质女性生活的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 首先将清洗好的南瓜切拌去皮去籽 清理出来的南瓜籽可以晒干 炒来当小零食 用刨刀将南瓜去皮 然后我们把1000克南瓜切丁 500克用来做南瓜西米露 500克用来做南瓜沙拉 然后再把100克南瓜用来切片 做南瓜汁 淋在脆皮蛋豆腐 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一半的南瓜丁500克 外加100克南瓜片放在蒸锅上蒸熟 然后我们来准备南瓜沙拉剩余的食材 首先把南瓜切丁 同时预热热烤箱至200度 在碗中将切好的南瓜丁 在碗中将切好的南瓜丁 橄榄油 外加咖喱粉或者咖喱叶 盐和胡椒 搅拌均匀 在烘烤盘铺上烘培纸 放入调味好的南瓜和角瓜 烤25至30分钟 为了不浪费空间 我们中间放上一些南瓜条 也可以烤成南瓜薯条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南瓜汁 拌脆皮蛋豆腐剩余的食材 小辣椒 斑兰叶 外加把脆皮蛋豆腐切成条状 然后我们来起锅热油 来做南瓜汁所用的调料 当油达到高温以后 放入斑兰叶和小辣椒进行煸炒 炒好以后 把斑兰叶取出 剩余的油倒入小容器里 清理好煎锅以后 我们再倒上新的油 用来炸脆皮嫩豆腐 为了防止嫩豆腐变碎 我们要在嫩豆腐的外层裹上一层面粉 炸至金黄色 这时候南瓜也蒸好了 我们可以来做南瓜泥了 把蒸好的南瓜倒入煮锅中 倒入淡奶油 还有刚刚做好的辣椒油 再加入一些糖和盐 搅拌均匀 这样南瓜汁就做好了 再把做好的南瓜汁 均匀的淋在炸好的嫩豆腐上 再把刚才用过的辣椒片 放在盘子上 做点缀 这样一道美味的南洋风味 南瓜汁 搬脆皮淡豆腐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煮西米露 在烧开水的煮锅中 放入西米露 然后把每食品设置20分钟 将西米露煮熟 此时角瓜和南瓜也已经烤好了 我们从烤箱中取出 倒入一个大的容器里 这时候我们来切水煮蛋 把水煮蛋切丁 然后放入碗内 加入蛋黄酱 如果喜欢葱的小伙伴 可以加一些葱 将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如果想要成盘漂亮的小伙伴 可以将一个盘子扣在大碗的上面 倒扣过来 这样美美的一道南瓜沙拉就做好了 上面也可以用香菜叶来进行点缀 最后就剩我们的南瓜西米露了 把煮好的西米露放在网框里 用凉水冲击 然后把斑兰叶水和冰糖放入煮锅内 用熬糖模式 熬出糖浆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组装南瓜西米露了 首先取出一个漂亮的甜品容器 咬出两大勺西米露 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南瓜 最后在南瓜的上面淋上淡奶油 外加做好的糖浆 糖浆的多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节 最后可以放上两片斑兰叶 作为点缀 这样三道美食就做好了 南洋风味南瓜汁 淡脆皮淡豆腐 南瓜沙拉 外加南瓜西米露 你学会了吗